对打的选手们展现跆拳道技艺和拼劲全力抢胜 除了对打 品势比赛也是各道馆选手们兵家必争 基隆市跆拳道协会第九届理事长杯 继十县市跆拳道锦标赛 十月二十七号在基隆市五赌国小展开 总共有来自各县市五百多位 从幼儿园国小国中到高中职男女选手参加比赛 同场竞技以武会友 也希望从小扎根跆拳道技能 尤其单项的项目是我们跆拳道 也是一个台湾重点的一个项目之一 那我们想从小就扎根 让一些孩子有机会可以上到大舞台 我想很多很多的比赛的成绩都是用经验去累计的 所以呢我们基隆市跆拳道协会特别 在每年都会举办这样的规模的比赛 全国性的比赛 让基隆的孩子 还有让我们全台湾的孩子可以互相的来做交流 我希望在未来来讲 这些孩子都能够为台湾发光发热 加油 王秘书长长期来 尤其在这九届当中非常辛苦的 能够结合了我们协会的里面的所有的理监制理事 在经费的有限下能够办这么好的活动 当然有借着比赛的彼此间的武技武艺来会友 除了这点之外还可以带动我们地方上的观光产业 因为毕竟不是来自我们各县市 实县市的各位选手教练及老师家长们 那这边我要特别的感谢我们谢市长 谢市长上任以后就非常重视我们的体育活动 尤其这一次的鼎励支持 让我们在经费上的欢意之下能够办得更好 我在这边也欢迎我们各县市的 所有的我们的选手教练 家长来到我们基隆 那也希望能够多留几天 能够带动我们地方的观光产业 身兼基隆市体育会 跆拳道委员会主委的 基隆市议会议长佟资委 和身兼副主委的 现任信义区仁义里长王伯利 都亲自到场颁奖和观赛 为选手们加油 议长佟资委更期盼为基隆市 跆拳道建立好三级制度 从小培养优秀选手 那跆拳道运动其实在台湾 或是在基隆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项目 那很多时候我们靠着跆拳道运动 让世界看见台湾 也让国内可以看到我们基隆选手的好表现 那我想我们基隆市发展这么久 那我们希望未来 我最近也在跟教育处讨论 我们希望未来可以把三级的制度建立好 也就是说我们国小国中高中端 可以把我们的环境资源的分配 可以做更合理 包含我们的场馆设施 像我们国立基隆女中 她的跆拳道表现就非常好 虽然她是国立 但是都是我们代表我们基隆市的小朋友 所以我希望我们教育处 也可以更加重视到高中端 国中端我们有好几间学校 都有跆拳道的一个社团或是专班 那我想国小端也希望有学校可以有重点的培养 未来我们才能有效的运用相关的资源 合理的分配 让我们重点栽培的选手都可以出去比赛得到很好的成绩 以外我们也希望这项运动可以普及化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运动 如果他不是竞技型的选手 那他也会是一个很好的运动防身的一个项目 希望大家都可以更多的投入资源 让我们会更重视 基隆市议会也会支持我们跆拳道相关运动的发展 主办单位基隆市跆拳道协会秘书长 同时也是基隆市第一位拿到跆拳道国际九段认证的王毅德 更特地邀请承认中华民国跆拳道国家代表队教练 现任韩国坦国大学教授的金宁银博士 出席担任开赛贵宾 也现场颁发韩国世界跆拳道总部国际院九段倒带 给目前基隆市唯一一位跆拳道国际九段 也是秘书长的王毅德教练 和同样是嘉义市唯一一位跆拳道国际九段的书孝瑶教练 作为年轻选手们效法的榜样 并且和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位 共同为所有参赛选手们打气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